郭艾伦或错失南来世界杯 胡明轩徐杰上位 杜丰用人是看不懂 CBA联赛结束之后 接下来中国南来的世界杯将提上日程 据悉在6月份 中国南来将会面对两次是澳大利亚队 而这两场比赛 中国南来至少要赢下一场比赛 不过澳大利亚是传统的强队 在奥运会上与美国队交手都不落下风 所以说对于中国南来说也是凶多吉少 而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郭艾伦很有可能会错失南来世界杯的比赛 因为大家都知道 郭艾伦与李奥运的合同问题还没有解决 状态也不好 精神也是非常的低迷 而其次郭艾伦也是有伤在身 在医院进行了治疗 吴乃轩也是表示 郭艾伦小腿拉伤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至今都没有对外公开 所以说郭艾伦也是独自在忍受着伤病的痛苦 而郭艾伦如果错失南来世界杯的比赛 那么谁会成为替身呢 从目前来看 胡明轩和徐杰是有可能上位的 不过球迷也是看不懂了 为什么胡明轩能够继续在中国南来呢 要知道孙明辉 赵继伟 赵瑞无前的能力 都比胡明轩强 而且在总决赛以及季后赛的表现 胡明轩还没有郭艾伦好 或许胡明轩加入到国家队 也只是一个替补而已 那么大家怎么看的问题呢 下载点击关注链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